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军空袭已经导致了乌克兰境内 有200多所学校被毁 1600多所学校受损 战争导致了大约有90万名乌克兰儿童 无法上学 只能够远程学习 战争摧毁了乌克兰大量教育机构 在战争条件下 接受教育对教师和学生 本身来说实际上都是一个挑战 如果说到营损了争争的争论 整个人都在了乌克兰 就只有教育 营损了越是200 而多是1600教育 封面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以损坏或摧毁了 乌克兰约530座不同教派的教堂 其中有四分之一 几乎被完全摧毁 哈里科夫还表示 被破坏的所有宗教建筑中 约有一把是乌克兰东正教堂 还有犹太教 穆斯林和印度教宗教建筑 遭到破坏损坏的事件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